這個計劃這兩年令到我們一個很大的得著 就是我們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尤其是在這個行業裡面 很感謝《搶耳音樂》 我們上一年有上他們的課堂 學了怎樣在社交媒體做推廣 我自己對這個旅程很期待 因為之前上廣州只是在商場表演過 其實很期待究竟廣州的Live House的文化是怎樣 觀眾的反應是怎樣 香港的音樂人去其他地方的演出 有這些機會當然是要捉緊 今天很棒我們去參觀了RC Studio 當場錄音師即場錄一個我們自己的歌的錄音 去嘗試怎樣錄主場 錄音的時候我自己經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在放音樂麥克風的時候 大小聲音、機音的東西一邊錄就一邊煩 因爲可能Fresh是洗聲 Chorus是歌手唱得很大聲 剛才我見到錄音哥哥做得很好的 就是他很細節地了解了Vocal的聲音 之後在Compression上 也做了很多他一些很專業的東西 之後就用了一個Fixed的設定 就教歌手是離咪還是圓咪去演繹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很聰明 也很安全 自己平時都會錄音 因爲礙於budget的問題 很多問題要自己解決 跟公司聊天的時候就發覺 原來可能放咪的角度、高度、方向 都可以解決到很多後製的時候 會發生的一些問題 所以都獲益良多 我和喬爾維隊的朋友們介紹了一些關於收藏的一些鼓 收藏的一些音箱 有一些是40年代的吉他工房 有一些是很老的一些名人用過的一些音箱 還有一些很難得得到收藏的鼓 很老的型號的鼓 還有一些是我自製的自己去定製的自己去做的一些樂器 看到很多古董的鼓很特別 其實那個朋友就馬上分享了一個聯絡給我們 其實如果你可以去日本找這個朋友 就能賣到這些東西 所以沒來就拿不到這些機會 我們今天下午很高興去到 投房音樂的打鼓機來做一個音樂交流 我自己作為一個鼓手 當然和他們交流了很多打鼓的心得 那段時間就好像大家拋一些我們喜歡的鼓手的影片 大家分享大家看 都差不多說到不遠走 這件事我覺得很驚喜 別野是一個文藝綜合生活體 它又是一個文創基地 會幫廣州的音樂、電影和文學創作人 提供一個活動交流的空間 今次《搶熱音樂計劃》 廣州站的交流活動 別野是其中一部分的場地 我們很希望將廣州本地的樂手 例如《沼澤》、《Monster Car》 和香港的樂手進行 技術上或者商業上的交流 很開心 今《2018》在野音樂洲 可以有四支來自香港的樂隊 和四支本地廣東的樂隊 一起去參與這個音樂活動 內地和香港的音樂人 可以有不同的交流 下午可以在一個舒服的地方 可以和香港《搶熱音樂計劃》 一大班音樂人 去分享一些關於音樂創作 以及樂隊錄音製作 或者發行唱片的一些工業上的事情 音樂為主 其實其他東西就要靠自己努力 中國市場比以前好很多 其實我覺得創作這件事 不需要考慮一定要有國語 我覺得最擅長於自己的語言去創作 是更加重要的 我們來廣州之前 在社交媒體也做了一些推廣 很榮幸多了內地的樂迷 這次我們真的可以和他們一齊見面 和在他們面前演出 有一次跟Support Moment見面 他們跟我說了最重要的一句話 你看Show好像看一場戲一樣 所以我們跟著流程 就是上和下 都鋪排好 所以我們這次演出 都是很感謝Support Moment 很感謝搶儀 我唱一些新的歌 其實都不算公開演出了很多次 觀眾的反應都不錯 剛才玩完的Show 覺得感覺不錯 因為我覺得整隊樂隊 還有自己都能發揮練習的水平 廣州的觀眾真的很好很瘋狂 可以第一次看我們 第一次聽我們的歌 都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唱 其實我們帶了一些碟來 完了Show之後 其實都有很多朋友 即即即即場 會第一次聽我們 他們都會買我們的CD 其實我覺得這個 他們還有買碟這個文法 實在太好了 我想我們會再來很多不同 國內的地方 內地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今天上來 拿到很多資訊 拿到很多人物 我也覺得很重要 哇 小小小小小 大小小大小 還有很多人 都愛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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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感謝前面計劃的所有工作人員 其實這次整個year program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是 見識到很多不同的音樂 和認識到不同的音樂朋友 因為大家可以分擔和分享很多 可能在走音樂路過程裡面的一些辛酥 旅程真的可以和他們一起出出入入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很特別的事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巴士上 都會彈結他 音樂就是這樣交流就交流 所以我覺得有這樣的計劃 前前後後可以比我們相處多些 是一件很棒的事